让大家看到就是打开之后 我们马上就看到了这里边就是所有的调的所有的和弦 Hey what's going on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the channel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大文 欢迎来到另一期的一分钟logic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通过logic去学习其他的方法 Let's get straight into it OK那这个功能是什么呢 我们先拿一把吉他 OK然后我们进入logic跟大家分享一下 OK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新建了一个logic的工程文件 然后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吉他的和弦走向 大概是这样子的 就是大家可以听到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1625的和弦走向 如果说我们想让我们的和弦走向听起来更有趣的话 我们可以去找一些更好听的和弦 去替代我们现在弹的这几个比较基础的和弦 然后我发现logic里边有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找到 有很多色彩的和弦的一个chord library 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用 我们可以到左上角的这个logic pro 然后我们去settings 然后大家看到最下边有一个chord grid library 然后我们把它打开 然后大家看到就是打开之后 我们马上就看到了这里边就是所有的调的所有的和弦 比如说大三和弦 然后sus2 minor major7 minor6 minor6 9 C7 等等等等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filter这边 就是我们还可以选择这个和弦的根音 和弦的这个低音 然后这个chord type 就是不一样色彩的和弦 root node这里边就比如说有所有的黑白键的12个音 然后chord type里面就是有major minor sus4 sus2 7 b9 sharp9 711 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的和弦 所以如果说我们想把我们刚才这四个和弦的和弦走向变得好听一些 我们可以在这里边找一些可以替代我们刚才那四个和弦的一些和弦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和弦是C 所以就是我们选择C在root node这里 然后我现在想找一个稍微colorful一点的东西 比如说很多R&B或者是爵士的一些和弦 经常会用一些9和弦 然后它这里的色彩就听起来非常非常的丰富和有趣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这个chord type这里 我们可以选择minor add9 所以就是一个minor9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已经帮我们列出了所有的C minor9的弹法 比如说这个 然后还有这个 对吧 然后还有这个是什么呀 还有这种弹法 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就是用这个呗 对吧 OK 然后我们现在第二个和弦 因为是一个A小和弦 所以我们就找一个A 然后我们也是找这个minor9的颜色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里有这种弹法 就是这个是5这里是什么样 哇 OK 又难弹又不好听 OK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 听起来很轻 OK 这是我们第二个和弦 我们现在找第三个和弦 因为它是一个D 然后D这里我们就简单的换一些色彩 比如说就是单纯用一个简单的9 一个9和弦 OK 这个就很标准 其实这个还蛮不错的 我们就用这个了 就用这个就OK了 OK 然后我们最后一个和弦 因为最后一个和弦是一个G 等于它是一个turnaround 是一个鼠7和弦 所以我们就这里找一个鼠7和弦的性质 比如说我们找一个713 OK 然后这个 这个看着就难弹 不弹 用这个吧 这个肯定很好 我们就用这四个和弦了 我们刚才找到的这个就是 OK 那我们简单录一下 C Easy 简简单单 通过Logic解决问题 OK 然后最后呢 我们给我们刚刚修改好的这个和弦走向 配一些效果和鼓 然后我们听一下成品 Let's go Zither Harp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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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